其实也不用 它给咱们提供了一些属性 就是我们来看grade search 刚才我们是训练好这样一个模型了吧 训练好这样模型之后 它会帮我们保存一些参数 就是在这个grade search当初 我可以调退一些属性 比如说我可以算它一个best score值 最好的一个是得分值 最好得分值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这个MSE 咱们军方误差当成一个 就是当成一个标准 传进来 它就会打印出来 当前的最好的一组得分值 我们来看 最好这组分值是等于多少 对于当前的评估标准 下面就是当前最好的这组 得分的时候对应的参数 是等于什么的 这个就是说我们有一些属性 可以直接把它的一个结果 给它调出来的 那当咱们把一些参数 都组合起来之后 然后最好的办法就是说 我们给它可以列成一个表格 这样看起来更方便一些 这回我们就可以借助Pandas 就是说我们可以用Pandas 创建一个DataFrame 然后从咱们的字典当中 因为最终得出来的结果 我们看它也是一个字典结构 我们可以通过DataFrame当中 有一个函数叫做一个 FromDictionary 在这里我们直接把Grade色指传进来 然后把我每一折的一个结果 再传回来 这样我就可以把它转换成 这样一种表格的形式了 转换成表格的形式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到 对于我们一系列参数 比如说咱们现在不是有八种参数吗 它不同的效果直接可以给它画成这样一种表格 看起来会更直观一些的 然后咱们就来举个例子 就是说现在假设说 我已经把这个推延系统模型勾搭出来了 勾搭出来之后 我是不是得实际的让它给我提供一些建议 就是给我推延东西吧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来看 首先就是说我们可以指定的是一个Fuel Name 在这个Fuel Name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吧 是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好像是一个 这个格式还打不开 我们需要就是通过它这种标准可能是打开 这里咱们就先没办法给大家看它这个编码了 因为它这个编码比较特别 我们必须得用这个ISO8859-1来进行一个打开的 在这里就是说我现在做了一件事 就是打开那个文件之后 它那文件当中是有一些电影的名字 那这些电影的名字 我需要给它做成一个ID的映射吧 也就是说现在我要是把一个名字转移成一个ID 在这里这个函数就做这样一件事 做了这样一个映射 没办法给大家打开看了 就是它因为这个编码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编码 然后现在我看一下我们进行预测的一个流程 第一步是我们先把这个数据 就是咱们的MuneLens 100K读进来 然后呢首先啊就是我要给它Build的一个Food的一个Tinset Food的一个Tinset的意思啊就是说 刚才给大家看了咱们的一个数据是长什么样子的 咱们数据就是它是一行一行的吧 那跟咱们传统意义上就是说 我们要做优化的时候是不是要对矩阵进行一个分解啊 那是不是得把它转换成一个原始的矩阵形式啊 对转换成原始就是那个比较稀疏的矩阵吧 所以说啊在这里我用了一个函数就是一个Build的FoodTinset 在这个完整的一个Tinset当中啊 我就可以进行一个转换了 给它转换成那种最开始最标准的一种矩阵的形式 然后呢接下来是不是说我要做推荐的时候 你得给我指定啊就是你要做推荐 要指定一种相似度的衡量方法吧 咱们之前是不是说过这个Pearson的相似度啊是咱们最常用的 所以说在这里呢我指定了一个相似度啊 计算的一个方法给它写成一个字典 然后呢我就用啊咱们的一个Pearson相似度 相似度啊其实在这里还是有很多的 在这个相似度当中我们有很多种相似度可以去进行计算的 到时候大家也可以啊按照自己的喜好实际的需求啊 去进行一个选择的 然后呢接下来啊就是我选了一下呀 我是要用一个user-based的还是一个item-based的呢 这个也可以进行选 如果说你想用user的你给它指定成一个true 你要不想用user的给它指定成一个false就可以了 然后下面啊我就进行这样一个系统过滤 然后也是一种统计的方法啊 让咱们的一个kn basic啊 然后把咱们的一个刚才指定好的参数传进来 接下来呢让它实际的去春一下我们当前的这个完整的数据集 那下面啊它就会完成上一次训练 完成了这个训练之后啊 我们要做的是不是说 我现在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拿了一个电影 哎呀比如说我现在拿了一个电影之后 我要去计算 因为我们现在做的是一个基于item-based的一个行动过滤嘛 所以说我现在是传进来一个电影 然后看一下哪些电影离它最近吧 在这里呢我们有哪些电影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找一下电影的名字 哎呀电影的名字在哪里去了 我看一下这里有个电影的名字应该 YouItem 找一下啊在这里 呃这里啊 啊它这个上面有一些 有一些乱码 但是不影响啊 咱们可以看这块 就是说这块我们来看这个1995 还有什么东西啊 这是一个电影的名字 然后呢咱们就不看后面那么其他东西啊 哎这也是个电影的名字 就是它在啊就是第二个位置 它有电影的名字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随便的复制一个过来 然后我们把它传进来 传进来之后啊 假如说我现在拿到的电影名字啊 是这个东西 我就想找出来 哎呀哪个电影离我这个东西是最近的呀 那第一步我们直接把名字传进去啊 你的推研系统是不认识的吧 因为咱们在之前建模的时候 我们就是拿ID去做这样一件事吧 所以说啊我是先把咱们电影的一个ID给它找出来 它的ID啊是一个1053的 这个啊我们是图什么ID啊 是图一个肉ID 图一个肉ID的意思啊 就是说现在我们拿出来的是 在我们这个数据样本当中 它的一个ID有多少 咱们之前是不是又做了一个操作 我们需要去build的一个food的一个tinset呀 所以说啊接下来我们需要就是 给它转移成大矩阵吧 那转移成矩阵当中 在矩阵当中它也是有个ID吧 这两个ID啊就是不一样的 这个肉ID啊就是在数据当中的一个ID innerID呢是它实际的 在咱们这个要计算的矩阵那个当中的ID 所以说啊我们最终希望拿到手的是这个innerID吧 在这个surprise库当中啊 给大家详细的去说了一下 这个RID还有RIID啊 分别表达一层什么样指标 就像我刚才给大家说的 一个是在咱们数据样本当中啊 第一次拿出来的ID 然后呢把这个ID啊再传到矩阵当中 看一下在矩阵当中的一个位置 那有了它在矩阵当中的一个位置之后啊 我就可以去get我的一个近邻了吧 就是看一下谁离我最近呢 在这里把我的innerID传进来 然后你需要指定的 就是说你要找哪几个 比如说我指定k等于10 相当于啊是做了一个k近邻吧 找出来离我最近的那10个电影是什么东西 有了10个电影是什么东西之后啊 我们打印了一下打印一下结果 先打印出来结果也是ID值吧 这个ID值啊 是不是也是一个innerID值啊 那下面的一部操作啊 是不是说我要转换啊 先把innerID改转换成RID 然后再由RID啊 到咱们这个数据样本当中 一个去对应 找出来它电影的名字啊 所以说下一步啊 我就做了这样一步转换 转换完之后呢 就打印这样的结果 离我当前电影最近的啊 都是哪些电影给打印出来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用suppress一个库啊 给大家做的一个非常基本的啊 一个系统过滤 还有这个svd啊 矩阵分解是怎么样去做的 其实呢 算法原理啊 就跟我之前给大家讲的是一致的 直播说啊 用起来还是很简单的吧 咱们用suppress这个库 只需要几行啊 简单的几行代码 咱们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啊 给它做出来 那这个suppress这个库啊 确远在哪啊 确远在于就是 它网上的一些资源啊 比较少啊 大家就是也不要去找一些资源了 因为我也是找参考了一下 看一看 有没有一些更好的例子啊 可以给大家分享的 也是没有找到 所以说最好的资源 还是它的这个网站嘛 它这个网站当中啊 会给大家介绍啊 它很多的一些基本用法 这里啊 就给大家举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小例子 看了一下 咱们怎么样用这个性能过滤啊 来去做这个movilens的一个操作 movilens啊 这个数据集还是蛮有用的 到时候大家 因为咱们自己去找数据集啊 比较难 所以说最好的最好啊 也是最简单的 咱们如果说是要进行一个 就是学习嘛 或者说进行这样一个实践操作 咱们就拿这个movilens啊 来进行操作就可以了 这个呃 就是咱们数据的网站啊 也给大家放到这里了 如果说再放一个东西 上面是介绍啊 就是介绍的前面 就是我们的一个数据了 到时候大家在这里 直接把数据下来下来 然后呢 再进行一个键膜啊 也是可以的 那这个啊 就是surprise cool啊 它的一个基本的用法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